假如有一天 你被人诬陷患有精神病 你该如何证明 在悬疑烧脑电影 上帝的笔物中 导演采用了经典的精神病悖论 一个正常人在精神病院内 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本片全程高能反转 看到最后 甚至一度怀疑 自己是否也是精神病患者 故事开始 眼前举止端庄的富婆 名叫金简 然而你绝对想不到 她竟患有精神病 医生看着手中的推荐信 满脸不可思议 这个女人既有高学历 又有高智商 如此优秀的女人 却与精神病三个字格格不入 但信中更是有一条 她非常擅长撒谎 许多没有经验的医生 都会被她糊弄过去 然而这一句话 似乎在挑衅着医生的权威 很快 入院前的调查谈话开始 简单的对话中得知 金简不仅是化学科研者 还是一名私家侦探 可信中提到 已是人中龙凤的她 却三次毒害丈夫未遂 但女人却矢口否认 明明是丈夫 为了霸占自己财产 才被合法绑架在这 至此 医生在诊断书上 默默地写上了三个大字 入院前 她上缴所有的随身物品 却不知为何 留下了一本 有关偏执狂的书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宿舍 眼前的画面 却与她往日华丽生活 大相径庭 然而金简并不在意 就在护士走后 她立刻腾出床上的位置 翻开那本偏执狂书 只见金简抽出了一张纸条 原来 在一次舞会上 一个男人引起她的注意 因为金简是名侦探 就在前不久 无意中在报纸上 看到一桩悲剧 而男人正是死者的父亲 这位老父亲 委托金简查明儿子阿伟 在精神病院的死亡真相 可混进精神病院 并没那么简单 不但需要院长的同意 更要家属签字的授权书 如果院长是男人的好友 很快就得到同意 但丈夫本就不同意 自己的侦探工作 更别说混进精神病院 不过这难不倒金简 她偷偷将授权书 藏在银行文件底下 忽悠丈夫签了字 日后 金简熟读偏执狂症状书籍 将自己包装成偏执狂患者 甚至为了增加成功率 那封推荐信 也是她的自导自演 最终 无意外地混进了精神病院 第二天 一名儒雅的男士前来搭讪 他叫大壮 金简并不排斥眼前的男人 他幽默风趣地谈吐 很快让两人拉近了距离 可在这时 一个侏儒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被坏事的大壮瞬间爆目 眼看情势不对 只能对着诸如狂飙拉几话 然而诸如洋洋得意的表情 似乎说明了 他经常这么无所畏惧 无奈的大壮 只能返回桌位上 与金简在续前缘 可就在这时 他瞪大的双眼 似乎在畏惧着什么 只见隔壁桌的眼神异常诡异 大壮强装镇定地起身 原来他有一种怪病 一碰到水就会过敏 可此时的金简并不知晓 仅认为眼前的男人 既能喝酒又可以抽烟 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身份 随后 金简的精神治疗也即将开始 就在前往治疗的路上 路过的普通房间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个完美计划 在心中油然而生